政府昨晚围风港岛半山 雍景台和殷华花园做强制检测 没有发现确诊个案 但是有16个人没有接受强制检测被罚款 早上大约9点 雍景台和殷华花园的强制检测行动结束 陆续有居民去到登记处 出示阴性检测结果或者手环证明等等 在指定出口离开 当局说有大约1855人接受了检测 没有发现确诊个案 但是有16个人没有接受强制检测 已经发出强制检测令和定额罚款5000元 雍景台和殷华花园早前各有一座大厦 被纳入强制检测名单 居民已经做了一次强制检测 由居民认为围风的做法重复 大部分人都已经做了强制检测 其实去做多次封区就好像 可能有些人觉得多次一举 但是只不过它比较用了很多引力物力 也有市民认为围风合理 是必要 当然是必要 但是虽在它有通道一期通道二期 可能政府因为这样就要做一期 当局派完到房大约980户 当中大约150户没有人应募 当局会再跟进 保斯DC记者 德文堂报道